我玩殺了好了 算四萬啦 算四萬三啦 算四萬啦 算四萬啦 算四萬就去到廳了 那無色反 無色反我都要看得來啦 那阿骨啦 是青世美嚕 你吃青蛙是不用怕不 這如果我胸東的這個齁 勒公喔 我也是沒辦法讓我嚇 好像吸不下去還要嚇 做踢腿 踢腿 後肥踢 來 來 放輕鬆吧 好 吸氣 來 再來齁 有一個這個 少年姓 用氣功的那個人 裡面的這個財布 現場才有人知道 在哪裡有用 有鐵頭說 那大灣那邊 那請問師父在哪裡 哇 你再問問看啦 沒有就找不到了啦 我想要寫一本書 寫一本記錄台灣在地精神的書 我在找一個人 找一個隱身府城的少林氣功大師 跟我一起走出都市叢林棒 一起去探索未知的旅程 一起去尋找身懷絕跡的少林奇人 記錄台南府城的真正在地精神 我聽說在台南也有一位少林派的傳人 不僅身懷絕跡 還會替別人治病 所以呢 我決定前進府城 找一些不一樣的在地精神 台南我來囉 現在呢 搭便車對我來說呢 是一件呢 一如反掌的事情 這幾集的經驗下來呢 再加上我這一隻 俊俏的臉 千萬不要被我俊俏的外型所迷惑 啊 再加上呢 這一次特別帶道具來的 所以要攔一部好車 有冷氣 有飲料的 不是太難 來 馬上就要來開始 又攔車了 這一次一定很順利 希望是個美女啊 哈哈 連彩虹都出來幫忙囉 真是新發朵朵開 妳在吹咯 啊 等一下 要提下來了嗎 不會吧 我也覺得應該 有冷氣應該有果汁可以喝啊 車上人家會招待你一下 甚至留下一個電話號碼 下次去他們家吃飯 又 又招待他招 有車喔 別台車都不停 這有車停 我 那是一隻牛車 妳在哪裡 要先換啦 要先換啦 要先換喔 這樣喔 我可以坐電車喔 裡面沒有人坐後面好嗎 裡面沒有人坐後面 我跟牛坐到底喔 有 好啊 不是啦 它 好 裡面可以放到那裡豐富喔 對 我們要去撞到 它會不會 不會啦 很快啦 真的喔 很快啦 會拆掉它 我就真的 我面前很漂亮 會拌一下 像披薩那樣大塊 那好就坐到旁邊 裡面沒落 裡面沒落喔 好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 大姑娘上花轎再投一招 我第一次坐一招 她不會生氣喔 沒關係 對喔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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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如果咬人的話 一定替狗來的兇狠 很害怕 其實是很害怕 友 Voc Examples 美 Bruce 客人たこと 凌富 兇狮都會出頭 ei 沒有犂子 down 給你吃百里 afford ball embar 不然 我們家沒 rif 分機 了 是 就pus mentally 豐富很難看到的地方 不過我還騙了 我真的很怕他腳踏踏 就要把你摺下去 等一下 難怪有馬後踢 有牛後踢嗎 他們現在要到散化去 到底散化了 為什麼要載這頭牛去 是不是要再去窄呢 還是再去賣呢 還是那邊有很多的 做交易的牛 有關於牛的地方 哇 美女的車沒遭到 幾乎有車不會破壞 這牛老兄好像也不太理我 散化你快到了嘛 黑球人喔 到了喔 好像到一個市集了 整個環境的車漏著這樣 這裡就是散化牛虛了 聽說只有每逢初一初五開市 我搭便車的那位何先生 就是帶牛到這裡來找買主的 保養我 去保養我 來 去 去 好 來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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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很緊張 他也很緊張 他現在把牛呢 綁在那邊繫這邊 這邊 這位何老闆跟我們郭先生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現在這個我們的朋友 養牛的農夫 趕快帶來吃 後面的程序是怎樣 現在就是說 這些都用機器在塞 對 這裡的程序 這個牛不需要用 不需要用才車出來買就對了 車出來買就對了 對 車出來買 何先生的牛是黃牛 專門用來耕田的 牛虛的歷史是從農業時代就開始了 最近受到口蹄疫的影響 交易的情況已經大不如從前了 現在這種什麼 什麼 農業才不叫農業 這樣喔 看牠的水器喔 看牠的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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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水器如果比較低 代表牠比較少 這個老了六器 老了六器老了六七歲 六七歲 六七歲 這頭牛六七歲而已 這頭年輕 老人摸牠會咬下去嗎 不會 你摸摸牠 我摸喔 我 其實呢 我要放進去那一山 我已經跟我的手說再見了 很害怕 很害怕 因為你看牠牛那個舌頭這麼粗 然後這樣 這次是破天荒的 這切的就切的在頭上 不是 切的在頭上 這是我們切的嚇人 切的嚇人就對了 他們這邊叫嚇人 就是很髒的意思 其實這也滿好玩的喔 跟牛之間的一種相處的方式 也知道說該怎麼知道牠的年齡 這個郭主持人真的太來行 牛舌餅你吃過 牛舌頭你沒摸過吧 感覺真的很過癮喔 郭先生是牛旭的負責人 也見證了牛旭的校長 郭老闆 以前這麼多牛 現在剩幾隻牛 不覺得比較寂寞 寂寞也沒辦法 對時代 因為我們政府已經沒有重視 這樣嗎 以前是公家在管理嗎 對 現在公家在管理 現在公家在管理 我們民間在管理 炸麵落了一種的大口 現在整個牛居 只有小黃這頭牛而已 何老闆的牛 到底找不找得到買家呢 小黃我們曾經共處於車 很感情耶 五萬三就好了 四萬了 剩二萬三啦 剩二萬三啦 剩一剩啦 剩一剩 剩一剩就給我 剩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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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剩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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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這剩一剩 這剩一剩 剩一剩 小黃牛今天準備要換新主人了 買賣雙方用喊價的方法 來替他找新東家 老闆那差不多多少 差不多多少 剩你這樣 我賣五萬啦 五萬是嗎 那他開多少 我賣四萬啦 四萬喔 四萬四萬 二萬三我沒說 二萬三 二萬三 我賣二萬三 我賣一剩 我賣一剩 賣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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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覺得 他會最大的油店在哪裡 沒有人說賣五萬口味 最大的油店就是 這才有年輕 對 年輕 他的性格很順 我們要看 不用你說 他跟他說 他說 我就跟廟話 塞薑布有人要 哈哈哈哈 內行呢 這個大家一起來了 把他的這個實力拿出來 所以呢 在這個價錢方面呢 彼此就有很大的這個差距 這個 大家看他的體型 就表示說他的腳 腳 腳落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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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隻賣五萬塊錢 這隻賣五萬塊錢 這隻賣五萬塊錢 原來買牛還要看角力的 這位阿伯 你也太可愛了吧 由此可以看出 他們對牛的身後感情 在一番討價還價後 最後小黃還是以四萬元成交囉 老闆哥大賺錢喔 不要賺啦 賺錢我看車工而已 賺錢賺錢 沒有啦 不要啦 我送車子兵 我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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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在一片祥和的氣氛當中呢 這一個教育的終於完成了 彼此當中呢 你拿到你的牛 我領到我的錢了 然後呢大家哈哈笑的回去 來預備 哈哈笑一下 哈哈 買賣在雙方都滿意的情況下結束了 小黃也換了新的主人 新的命運 我得趕緊替何先生和他賣出去的小黃牛 留下一張紀念照 因為時代的變化呢 牛鬚呢 確實呢是已經沒落了 但是呢衍生出來呢 旁邊一些四級文化科士 可以去看一看 因為相當精采 好像呢一出好戲呢 正要上映 嘿 人多的地方就必定有線索 帶我去打聽看看 有沒有人知道少林師傅的下落 在剃頭的環境裡面 一定旁邊有個洗頭的地方 真的在賣牛肉的地方 賣牛 旁邊就有賣牛肉的 淋漓盡致呢 把整個的那種市場文化呢 非常巨細迷移的把它表現出來 賣了 那這邊呢是有賣生的 這邊就有賣熟的 什麼樣的口味都有 哇 這裡真的什麼都有 有賣蛇酒 賣蛇斌的 當然還有生牛肉攤 咦 那些人在做什麼 喔 賣藥也要這樣賣命喔 真不簡單 旁邊還有人用卡拉OK來賣藥呢 去向他打聽看看 搞不好這位大哥知道 少林會致病的師傅所在喔 不過這位老闆卻當下請我幫他賣藥 想想這樣的情報交換 也好像只有在這樣的市集 才會發生吧 我問你 你的良心到底在哪裡 來 鼓聲鼓勵一下 因為地方的不一樣 大家需求的不一樣 光是一個賣咳嗽藥的那個 阿三哥那個地方 坐了那麼多的老人在 不知道在等他在幹嘛 我覺得那個地方造就了很多人可以去那邊消遣時光 謝謝 怎麼有人知道 你怎麼說在哪裡有用 怎麼沒人知道 蛤 沒有嗎 還是沒有人知道師父在哪裡 沒關係 俗話說得好 出發才會有結果 肯問就會有Sense 來到了台南 聽他們說有一個地方不能不去看 是世上少有的淨土 就是七谷鄉的戲湖 那裡有鳥 有踩不完的蚵仔 路邊的更是少不了 青蛙獸美麗的生意 我的阿倫是穿小米露 我的阿倫會是不穿 要穿穿蚵是不怕嗎 如果蚵不穿就不怕吃蚵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要做這個青蛙獸真的不簡單 別說看他這樣 人家這樣撈一下就把它搖開 我真的搖整個搖不開 真的有看到這個隔行如隔餐 絕對沒那麼簡單 哇 這一顆 很肥的喔 被青蛙獸拉來挖蚵仔真是現醜了 看他們小刀一劃用力一轉 蚵仔就乖乖的釣了出來 但是我的蚵仔好像很頑固 不太聽話咧 因為你不知道它那個地頭長在哪裡 你挖進去不知道要從哪裡挖 你會覺得 你重新生活過一次 各位觀眾 沒有 太難了 太難了 看到了沒有 滴滴了啦 可以說這樣的生活呢 也許是一成不變 但是對於他們的養殼人家呢 坐在這一個時刻 就是用絕對的那種滿載的心情 經過好幾次的磨練下來 現在的我速度可是越來越快啦 看著盆裡越堆越多的鮮美鵝啊 口水都快流下來咯 七股細胡的豐富 照顧了許許多多像黃先生一家 這樣辛勞的漁民 他們問我要不要到頂去採蚵 看到剛剛挖下來的肥美鮮蚵 我當然要去一探原油咯 MK 彈南俯城呢算是我們台灣的開發最早的地方 到處都有在地精神 那今天呢 我們就乘著竹筏 來這個地方 看他們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記錄他們的在地精神 這裡是台南縣七谷的細湖 可以說呢 整個呢 在外面沙洲環繞的這個細湖裡面 孕育的無限的生機 這麼多人靠這裡來過日子 這麼多人在這邊每天呢 日出來做日行 可以說是他們的生命所在 他們從小到大的一個在地精神 但是呢 卻有人說 要把這裡甜蜜 蓋一個工廠 王先生一家人 每天就是乘著竹筏穿梭在細湖裡 採喝桌魚為生 今天聽說我們要來拍攝 嫌自己家的蚵仔牌不夠大 那牌比較難看 所以就跟這個鄰居借柯田 人家說醜媳婦也要見公婆 他不知道 其實我比他更緊張 因為呢 平常呢 就只吃過蚵仔煎的我呢 這採蚵仔 還是頭一次咧 哇 這一條就大條了 喔 肥肥咧 他會自動噴水 其實如果沒有實際的來抓抓看這種感覺 你真的不知道呢 你在那個芋花間上面 就這樣子幾十塊錢 吃一個很輕鬆的一個芋花 事實上他們要冒很多的風險 包括天氣的啦 包括董哥 他的生長的這個機率啊 聽說呢 放比較內海的棚 跟放比較靠近的這個海口的棚 他的生長的那種樣子都不一樣 不要小看這一串的蚵仔 拉上來可是費盡我九牛二虎的力氣 據說綁在竹架上的蚵仔 成長期大約要花上六至八個月了 對 你把他踢下去踢到一個蚵仔 因為他又有水的重量 你會感覺到 喔 但是會覺得呢 越沉重的那種 心台幣越多的感覺 結果也是 比較重也沒關係 比較扁 對啦 我覺得 他是一種延續的生命力 如果說今天 有人要把它填掉的話 我是覺得 下次來這邊只是踩在那個硬土地上面的話 我會 我會覺得太可惜了 這裡的西湖 就像個大漁網 供給七谷鄉民風衣足食的生活 感謝林大哥在湖還沒有填掉之前 讓我有了踩鵝仔的難忘經驗 肥美的鵝仔 我想是七谷西湖最在地的景觀吧 黃先生黃太太邀請我去他們家的視力範圍看看 說是要給我看看這西湖有多麼眷顧他們七谷鄉民 鵝仔還沒長大沒關係 他們家的定制網 那餘下可是很多的咯 如果你今天不在這裡面生活 你就不知道它裡面的紅綠燈是怎麼安排的 你也不知道它的那個路線是怎麼樣的 它隨時可以讓你迷路 我家的水族鄉到了 沒有門牌 沒有記號 一區一區的範圍就像柯田趕快 是七谷鄉民的默契喔 聽黃先生說 他兒子國中畢業之後就跟他們一起捕魚了 剛開始還會在諾大的西湖裡迷路耶 這個定制網 航頭雖然沒有宜蘭外海來的大 可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帶口一辣 什麼魚蝦大螃蟹通通跑不掉了 連小河豚也來湊一腳囉 這區一撈完 再往旁邊的那一區去吧 就像收房租一樣 難怪黃先生說七谷西湖 是老天爺給他們的禮物 晶瑩剃透一樣 好漂亮喔 漂亮喔 那是大草下很漂亮喔 跟著黃先生一家人 感染了豐收的喜悅後 放下定制網 正準備回程的時候 他們悄悄地告訴我 在七谷西湖中 有一個室外桃園喔 既然來了 就一定得去看看囉 那可是漁民們 美麗的後花園耶 就這個地方 你會很喜歡它 它滿獨立的一種感覺 外面還有沙洲 裡面就這麼一塊 然後裡面有這麼多生命 這個地方就是非常有名的喜湖的沙洲 很多遊客來這邊呢 好想來 先生 你把你的護照先拿出來一下 它是一個滿獨立的地方 很漂亮 你在這邊喔 享受這種空氣這種風的感覺 而且呢 在這個沙洲上面 你會看到很多那個螃蟹啊 或是這種鳥群的 正在 正在密食的那種感覺喔 這也算是奇景之一喔 唉 這麼舒服喔 待會兒如果有什麼生物的話 你們就大叫一下 WOW 真的是開滿前牛花的室外桃園 在小山丘的後面 還會有什麼驚喜呢 這是海闊天空 突然間 好久沒有這麼暢快過了 此情此情仿佛自身在國外 前方出現了一位意外訪客 原來是地主之一的大螃蟹 出來巡視了 還真沒有經過這麼大的螃蟹 在自己的面前跑來跑去 人家說螃蟹一壓爪八個 兩頭尖尖這麼大個 演一擊呀 博一說呀 爬呀爬呀過沙河 別跑別跑 我還來不及跟你打招呼咧 誒誒誒誒誒 爬鬥啊 哈哈 別緊張 我只是個過客 在見識到了沙舟的美之後 是該把屬於他的寧靜 給乌龜原主了 七谷的鄉民是多不幸福 有這樣的一片後花園 在回程的路上 黃太太說 他們就這樣子 在戲湖工作了幾十年 OAS他們的生活命脈 也是生活的紀錄 媽媽一直說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她用滿手的繭 用滿手的傷口 代表她對這個家庭的付出 她除了嫁到這個家庭來 養兒育女 在這邊洗衣服 燒飯 然後相夫教職以外 這個海就是她幾乎生活的全部 所以說媽媽很辛苦 她在後面生活大計 就是由爸爸來掌舵 爸爸在後面 把我們這個船舵好好的掌握好 我們就向一個豐收的位置去出發 你好 抱歉 抱歉 在海上生活的人 臉上刻畫了 就是那種歲月的痕跡 那種非常絕對的 因為太陽 因為風吹日曬 因為緣分 在臉上 留下了最好的那種刻度 其實媽媽也是 你要說這種用SK度的來得及嗎 當然來不及 但是媽媽已經不怕了 她頭髮還有十年了 比較大嘛 差不多這樣而已 大準立港咯 哎呦 沒想到我們要進的居然是這種港 小心頭 過山洞咯 重見天日 每天他們就這樣子的滿載而歸 唉呦 不好意思啦 這蚵仔有幾十斤實在是太重了 哇這種豐收的感覺真好 他們又要開始忙著挖蚵仔囉 我覺得 哇好美 這蚵仔獸的笑容更美 旁邊傳了陣陣的香氣 原來有人在火烤生鮮 看他們一臉滿足的神情 我的肚子好像也餓了起來 不過有一條更重要的線索 吸引了我繼續往前走 那就是聽他們說 少林師父現身台南士了 快 快去找他 在台南的時候呢 他們跟我講說這個附近呢 你會找到一個呢 這個會少林武功非常厲害的 而且呢 他曾經有什麼樣的紀錄 被那個金氏紀錄呢 所接受 然後呢現在是一個 這方圓五百里最厲害的一位高人 奇怪了 找到半天了 叔父啊 你到底在哪裡啊 出現了一家中藥店 應該跟這位致病師父有關吧 好 開始教訓啊 對啦 我時間都沒辦法 對 我是去的 那台南那裡有人說 有這麼多一個生物 什麼東西 有工夫很好 先說 求人要求這麼多 這四個這樣 沒有人的工夫有那麼多 他還有很多很特殊的功能 有去讓我們這樣接受採納 像是有這個師父 喔 拜託 拜託給我介紹 有這個嗎 有有有的 喔 還好呢 這個師父在家 那不然這座路白了 你很累 很累 那你們這傢伙真的有這麼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喔 喔 拜託 麻煩給我請他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終於找到師父了 不過還不曉得 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少林師父呢 師父真的來了 師父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去台南 有人給他介紹 有一個師父 這個少林的武功 非常厲害 師父你學的是少林的嗎 這個不是少林的 這個屬於一種 氣功加抑制力加煉力 不是少林的工夫喔 這種是屬於一種 嗯 以前那個時候 就是吸心大法 真的有吸心大法 用吸的 喔 都有吸的 對對對 真的有這份工夫喔 有有有 蛤 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少林師父喔 可是這位師父 他說他會吸心大法耶 台南俘稱 其餘人還真多 我可要見識見識 什麼是吸心大法 師父先用三根手指這樣 吸住了整個這個瓶子 他所有的力氣呢 全部呢 在師父呢這樣 運工之下 整個就這樣 吸住你 就 我治到你 非常讓你 能撐盡有力 你可別看他只是一個瓶子 我覺得他用了很多的力氣 很黏 很厲害 因為他要 他要不能流汗 你可以看到那種 很超然的專注 我喜歡他那種感覺 現在呢是三支瓶子 要來寫呢 故事的故 喔 這如果我胸東的這個喔 劣工喔 我也是沒辦法讓我寫 好像吸到吸不起來又要寫 那一片一片喔 用力的那種感覺呢 還不是一般念書法人寫得出來 三支的三支 從這個側面的角度呢 看到了師父的額頭這樣 那種 那種 那冬喔 在三支 其實呢 這個出來的時候喔 這個非常的這樣 那個劣工喔 當那個胖的 人家是很痛的 對 寫這一種喔 對 都不能流汗 全身都可以流汗 但是這個手不能流汗 一直要滑掉 對 所以練這一種功夫喔 其實啦 不是裝以氣功 還有益助力練力 這是老才可以的事 後來師父又展現了 用四支九瓶 把在台灣的故事 六個字寫完 對於他的細心功力 還真是令人佩服 他的這個手進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那種認真 他的那一種 絕對想要的最後結果 全部在那兩根手指頭的那種絕對 意志力 念力 還有氣功的結合 師父不在 我剛剛從旁邊呢 我也 智慧這麼通的人喔 一看就知道怎麼弄 哈哈哈哈 喂 不是跟你說好嗎 那 啪啪啪啪 你那邊這樣頂到不起來 這樣就流汗了 但是太重了 光是拿這四個瓶子 兩支手這樣 就很難寫了 你還說師父是 用兩根手指頭 這樣把它夾起來 這工夫太厲害 太厲害 趕快放好 我們又沒 哈哈哈哈 在台灣的故事 老師你總共練了幾年了 對 日後續續成功三十年 三十年 沒有年 實際年齡還多兩歲 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還少八歲 哈哈哈哈 就是說 真的今天來到這裡 有看到這種 兩支枕頭 創造一片一片一片出來 這種細心大法 極極確確的 需要我們好好來看 是不是 這樣好 我繼續 我們贏到你的情情 我要繼續打拼囉 謝謝老師 我替全聖師父 和他的四個酒瓶造了像 見證了一門意志力與氣力結合的真功夫 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位師父 但是呢 他的功夫也是太好了 他說無心插柳柳橙� 嗯 在台南呢 這個孤島呢 果然是個臥虎長榮的地方 像這個布希 布來這個工夫這麼厲害 細心大法 意志力 念力還有氣功的一個結合 這算是又學習到一個 新的一個學問了 這樣好 我下去找一找呢 早上呢跟我講的那些人 說要找的那位少林師父 繼續出發 來小吃探問 應該沒有問不到的人吧 雖然台南小吃這麼好吃 但是一心想找到少林師父的我 其實可是顧不得了 嘿嘿 好像有人知道耶 他們在永康哪裡 永康大灣那邊 大灣那邊 對 是那個真的是少林師的 對啊 他好像是少林師師八丹的吧 他好像用氣功在那裡 對對對 用氣功在那裡 推拿的 推拿的 欸 真的有在那裡 真的有在那裡 欸 孩子 可是不曉得在哪裡 你也不曉得在哪裡 反正我就再去 去大灣那邊再問一下 就應該知道了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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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那個 鱔魚醫院的老闆說 從這裡出去 去永康那邊問人家 大灣 一問就知道 那個師父到底在哪裡 有這樣的線索非常地好 出發 阿 其實做這個節目呢 感覺也蠻好的 很多朋友呢 他們也打電話來說 阿 欸 真好 四個去出頭了 這樣喔 哇 哇 那是什麼東西 是浮屍 唉唷 我咧 喔 欸 喔 還好還好 手有在動 喔 我以為是一個 什麼什麼屍體 就屌在那個地方 要嚇死人 喔 太嚇人了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我要找那個少林的師父 在這邊嗎 他跟我揮手 是他的意思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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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少林的師父喔 沒有欸 沒有 有啦 喂 揪人喔 你不會 你有沒有怎麼樣啊 沒有 沒有 那你在幹什麼 睡覺啊 你在睡覺 在水裡面睡覺 睡覺了 很舒服嗎 很涼喔 對啊 會不會感冒 不會啊 你這個人就喜了 在水裡面睡覺很涼很舒服 我要過去看看 到底呢 他是何許人員 你要不要上來了 我過去找你好嗎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這個水裡怪人說他不是少林師父 可是看他浮在水上的好氣功 又不像一般人 事情是越來越有趣囉 師父 我是來找一個師父 沒有啊 這邊沒有師父啦 這邊沒有師父 那您是 我 我是抓魚的啦 你是抓魚的 抓魚的啊 這個殘疾很重喔 這個人家說呢 去一個地方呢 要發現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呢 必先遇到一個怪人 這個怪人呢 想必會有一個很奇異的現象 讓你看到 那這時候呢 就會有天機出現 我們要怎麼樣去理解之後 才能發現真相 師父 您 不是師父 您不是師父 您是抓魚的 那請問師父在哪裡 哇 裡面問問看啦 沒有就找不到了啦 裡面問問看 沒有就找不到了 嗯 那我去問囉 嗯 您真的不是師父啊 不是 不是 這年頭師父也蠻難找的啊 這下子可好了 他是抓魚的 我只好進去 等待真的師父出現 我哪是孝順啊 搞不好 你等於師父啊 不是啦 我就想你在那裡 沒有人那麼奇怪 在那裡 在那裡 不得不得 現在水底做什麼 我太熱了 太熱了 太熱了 在睡了 真的是師父 睡 睡午覺啊 睡午覺在水裡面睡 還說沒有師父 其實是客氣 真的 原來他就是我要找的少林師父 這樣的出場實在是夠霹靂的 不過等會展現的真功夫 才真的嚇人了 看下去 你就知曉囉 師父 師父 你不要開玩笑 這有智慧的頭是不能亂打的 但是師父 您的這個拳腳 我可以來學一下 走 踢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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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喝啊 他可是輕輕鬆鬆啊 我倒累慘了 士德文師父本名陳輝騰 他最厲害的 是用氣功來幫人家治病 每天都有很多人來找他 我這趟旅行 真正的苦難 才要開始 你可以 很放心的 把你的骨頭都交給他 把整個人交給他 放輕鬆 好 吸氣 好 做正 整個做還了 哪個手 哪個手會痛 沒有沒有就是 剛剛痛風剛剛痛完 快點快點 沒有沒有沒有 噢 進去了 他的醫生就進去了 爽 爽是後面慢慢的 他那種 有到吃甘蔗的那種異味 但是你說 在當時你會覺得 如果你再跟他講說 我可能齁 這腳踢腿 這腳踢腿 他可能就對你的屁股 又來一下 好 坐起來試試看 坐起來還有別的嗎 沒有啦 我現在哪裡都沒痛了 都好 不過呢 可以感受得到 師父那種 神來的那種一筆 你不給他進去 永遠說 痛了 天氣不好的 潮濕馬上痛 可以當氣象台的顧問 真的 進去了 這個手跟剛才不一樣 這樣子 抓抓看 絕對有力量 你好 你好 小時候我們曾經聽了 老一輩的講說 神爹你現在不夠好 老一輩的 年輕人不要太老 吃老不吃 那現在呢 開始在品嘗到呢 以前呢 老一輩人說的話 因為自己也快要變成老一輩 喔 被師父這麼一抓 真是痛到我骨子裡去了 來求診的人 每個莫不被師父 腿拿得哇哇大腳 少林氣功的絕學 我 用在醫病上 倒也是善事儀裝 原本以為苦難就這樣結束了 喔 不料 更慘了還在後面咧 師父的自身電療法出動了 人都是滿近骨頭的 時間搞得要來紅 沾沾的 會 會想聽聽自己骨骼那種 那種 在癒合或是在玻璃的關係 的過程裡面 那種絕對是那種 那種感覺 抓緊 放在大腿上 那…你不要太強啦 不要… 不會啦 你會越說我越怕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個不會啦 不會嘛 對不對 這不會嘛 啊 這不會嘛 我下來了你 又不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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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啊 整組都壞了 太強了 這樣心臟會受不了對不對 不會啦 不會是 刺病的功力領教過後 師父把他的鴨箱寶獻出來了 小朋友千萬不要模仿很危險 這是給你 你現在還能講話 我都快講不出話來了 小孩子千萬不要學 這是真的是硬底之功夫 這完全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內功才有辦法這樣做 不要在家裡學喔 拜託拜託 好像在戴耳環一樣輕輕的戴進去 我的媽咪 師傅你剛剛拿出來吧 我這樣看也蠻難過的 你不難過 不會啦 我跟你講 不要別了 別了 師傅 師傅 鐵釘穿鼻的威力真不是蓋的 隱身在府城的少林師傅 真是盛懷幾十年的功力啊 哇塞 只裂了一個小洞 三隻筷子沒了 恭喜你 三隻筷子變成三雙筷子 哇塞 到此我真是領教到少林師傅 士德文的真功夫了 少林武學博大精神 是我花上幾十年的時間 都不一定能學成功的 有人做了這樣的修行 把他們的功夫幫助我們 這樣堅守傳統理念 在現代發揚光大的在地精神 是我值得記錄的 祝福他們這個武學家庭 當然在我們節目裡面呢 他有一個絕對性的精神 就是要種一棵樹 因為樹呢 是有一個未來性 一個延展性的 也象徵了 我們士德文師傅呢 他的一個 對未來一種期許 我們也會等待 將來來看這棵樹的長大 那種絕對式的在地精神 繼續讓它發揚光大 在師父感性的Saxe-Fong樂聲中 我即將結束這一趟 尋找台南在地精神的任務 不管是莫諾的牛須 還是靠戲弧為生的采科人家 還有錢聖師父及士德文師父 他們都是俯成快樂的生活家 台南還有許許多多的在地精神 等著去發掘 朋友們 我會再回來的